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当时主要原因是因为高考 高考其实没有原来没有想到要来澳洲 高考的时候考的并不理想 没有去到想自己想去的学校 然后就跟父母商量 他们给我出的主意就是出国去留学吧 看看外面世界 就觉得说留在国内的话 读一般的大学也没什么意思 然后早点出去开阔自己眼界也是好事 第一天我最记得的是第一天来澳洲 真的是挺鸣 因为你各方面都不一样 语言不一样 整个天都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人不一样 吃了也不一样 只住在技术家庭里面 然后沟通也很困难 就是你有身份吗 我以为我已经拿到了那个PR 就我自己个人来说 没有特别想要拿到PR 但是后来快本科毕业的时候 跟爸妈商量过 他们就说如果能够留在澳洲 还是尽量拿一下PR 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留在这发展 然后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我就决定就读那个Master 因为当时那个会计是可以移民的专业 所以因为本科是读金融的 因为现在那个政策都非常紧 现在要留下来 拿个学生读完书 能留下来的所剩无几了 我觉得除非一些很拔尖的学生 首先来说澳洲 他一直把教育当中一种产业化 既然是一种产业化的话 他说出于取楼是最大的利润 他就忽视了好多留学生的 他的在学习上 还有毕业之后的工作的情况 从政府来说钱已经赚到手了 那这些学生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负担了 他能尽量摆脱就要先要摆脱掉 所以我觉得在澳洲待下去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还有说 澳洲的党派执政的话 一直把反移民作为一个自己的竞争口号 用来拉拢本国国民的选票 这样的话无情之中 就是激励起本国国民对新民的矛盾吧 这是多多少少也是一些存在的 我感觉现在澳洲人的态度对新民 比我刚来的时候要恶劣的更多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待得比较不舒服 所以说这也是我回国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澳洲他那个政府啊 这有点太死板 他对这个一刀切 我觉得对他经济肯定有影响 特别这个学校很多 他这一切的话 一刀切的话 那个很多学校都照 海外学生都招不到人了 他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 很大的一个支柱产业 他海外留学生教的比他本地的人要多好几倍 你必须 那他学校主要肯定就是靠这帮海外学生的收入嘛 你现在一刀切的话没有学生来 你那个对他留学产业 对教育产业影响非常大的 因为大部分留学生包括家长来说 都是奔着那个移民来澳洲留学了 但是澳洲移民法 就是他一直在变 或者一直在更改 所以我们留学生得一步一步的 就是跟着这移民法来走 例如你考雅思考英文 或者是念大学什么专业 然后一定要达到什么分数 才能达到移民的要求 但是他这个移民法一改的话 我们学生留学生来说的话 很多东西得要跟着去一步一步走 在哪边发展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在澳洲毕竟不是自己的地方 就是现在我是拿到身份了 我是可以说是澳洲人 但是因为不是在这里出生 语言啊各方面啊 都是一个跟他们local来说 相比是一个挺 就怎么说呢 是一个劣势吧 所以我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才能就是去找到工作 能够安定下来 在这里生活发展 刚开始几个月 基本上投出去的那个 简历全都是石沉大海的 根本没有回应 当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就觉得说不敢多想 确实不敢多想 因为每天都是生活在失望当中 没有 因为你投出去的简历全是没有回应的 就感觉世界快要末日了 根本没有希望 留在这里根本没有希望 但是往往就在这个时候 就最 在最低谷的时候 那个 就出现了一线曙光你知道吗 一个公司给我打电话 说过来试试吧 就是我之前 两个月前投了一个简历 他们还没有找到人 所以找一个临时的 那我就过去试了 就在那做 一直做了一年多 当时那段 是非常痛苦的 就在一个玻璃厂 就没有找到工作之前 在一个玻璃厂 打磨玻璃啊 搬运玻璃啊 挺危险的其实 因为你需要钱来养活自己 对因为我没有其他收入了 我也不可能说老向家里要钱 对吧 都毕业了 所以当时是非常痛苦的 自己生活在一个 每天都是不敢想太多 不能想太多 一想就觉得说 已经没希望了 所以每天都挺麻木的 生活挺麻木的 刚开始到新一来的时候 都是完全没有 有朋友 有同学 但很少 也不太熟悉 主要的同学啊 朋友啊 都在阿德 然后 离开那地方 就算我在待在那个地方 也已经很少朋友 因为毕竟回国的回国去其他地方的 有的去摸本的 有的去什么 Purse的都有 各奔东西 然后来星期之后 也没有什么朋友 就觉得非常 也非常孤独吧 那个我想很多人都遇到同样的情况 有的时候 一天到晚 就是没有说过超过五句话 没有超过五句话 就自己一个人 想找个人说话都不行 有的时候有几件事吧 就令我就觉得说 特别像朋友分开的时候 分离的时候 好朋友都回国了 就觉得 哎呦 能说话的 能聊上天的 又少了 你说跟 怎么说 来这里这么多年 肯定也有一些 就是他们当地的洋人朋友 但是这些人我觉得 毕竟你英语再怎么好 你很难跟他有 非常内心的那种交流 所以说这个是 给我一个很 挺难受的感觉 有一个障碍 有一个障碍 即使你能够跟他很流利的沟通 但是 有些 有些话你说出来 他们也不会懂 就像 有些他们说的话 他们说的事 你不会懂他真正的意思 所以说沟通方面是有一个 所以不可能 跟他们是一个很交心的状态 很一个很close的朋友的状态 这是我有时候感到比较难受的一个地方 你走 你回 就是放 就是那个下班回家 你一个人走在路上 看到这么多人 来来往往 火车上这么多人 但是你就觉得 给我感觉就是 周围都没有人 周围没有人 这是我最 经常有的感觉 就最初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现在还好一点 就觉得说 自己有点不太属于这个地方 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现在慢慢的好 现在慢慢的觉得自己有点融入 是成为他们一分子 朋友 这边 朋友我认识的很多 这个性命我就不一一点出来了 对我的帮助很大 在我有困难的时候 会都会帮助我 还有大家在一起会过得很开心 就是高兴和不高兴的时候 大家都会在一起 我觉得 在这边来说 朋友是我最大的一份财富 在澳洲都是都有 一起就是陪伴 互相陪伴的一段时间 所以还觉得挺怀念 留学生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背景离乡 没有了家人的呵护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 带着对未来的期许 为自己的未来打拼 最后 有些人选择离开 有些人继续坚持 但不管这些记忆中的人们 身在何方 在一向大拼的日子 将会是他们生命中 不可抹去的一道痕迹 这也将会是他们青春的纪念册